东汉末曹操扶持汉县帝 为了什么呢 这显然是道送分题 您自然眼都不眨 便说当然是邪天子以令诸侯啊 然而着实未必对 这句话还真是罗冠中在小说里 安给曹操的安证实 乃是袁绍谋臣举授 首先跟袁绍说 您家祖辈都是奉天子 大家都知道您忠义 如今朝廷宗庙图探至此 没人去服保天子 体恤百姓 您就去把天子迎到河北来 邪天子而令诸侯 去养士族 去讨伐不听话的 谁能挡了 事故 邪天子以令诸侯 是袁绍麾下举授的主意 曹操呢 他的口号是奉天子以令不臣 是奉天子号令诸侯 当然事实上 对外说是奉天子以令诸侯 对内就是邪天子以令诸侯 其实是一回事 无论在袁绍 还是曹操手里 天子都是个玩具而已 但本次的主旨 不是为了玩邪天子 奉天子这个文字游戏 问题是 既然天下都知道 天子是个玩具 邪他有个鸟用呢 诸侯又不是白痴 袁绍当时没听举授的话 去迎汉朝天子 汉县帝 好拿来 邪一邪 是因为他的其他手下 郭徒 淳于穷说话了 汉朝完蛋许久了 兴赋他干嘛 而且如今军阀割据 群雄逐鹿 讲究先发制人 如果咱们保了天子 动辄要上 表等他下指示 听还是不听呢 事实是 曹操保了汉县帝 自己掌握汉朝朝廷名义大权 诸侯也并没屁滚尿流 望风而降 本来汉县帝又不是原子弹 拿出来吓唬谁啊 曹操后来以汉朝丞相身份 南下找东吴 周瑜跟孙权说了句名言 说曹操托名汉相 实为汉贼 你奉天子有啥用 周瑜一句话就给吼了 因为汉县帝自己 乃是大枭雄董卓 所扶持登基的 董卓在汉末的声明 着实不算光彩 诸侯又是揪揪武夫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汉朝已经凋零 你个天子出诏书 奈何咱不听 你能怎么样 八国联军侵华前 李鸿章们为首的 汉人封将大力 就机智的抱团 大搞其东南互保 说朝廷下来的诏书 都有问题 不奉令天高皇帝远吗 你能奈我何 所以曹操邪天子 以令诸侯 到底有什么用呢 事实是曹操邪天子 以令的不是诸侯 主要是诸侯的手下人 宋朝时 赵匡印搞杯酒士兵权 对部下们说了 这么句厉害话 吓得部下们 立刻上缴了兵权 人谁不想要富贵呢 一旦有人 强行给你们来个黄袍加身 你们想不当皇帝 还有得你们在乱世中 许多时候 诸侯不是爱听自己手下的话 只是大家都是军阀 不得不听 不听的话 就反给你看 曹操争定四方 扫荡诸侯 当然很能打 但至少有三个军阀 是被手下人哄着 投降了曹操的那三个 约南洋张秀 约荆州流从 约汉中张汝 张秀杀了曹操的儿子 曹昂名将典为 对曹操很是忌惮 在袁绍和曹操之间 权衡压宝 他手下谋是贾许 乃是三国 数一数二的人精 先是亲自开口 把袁绍使者给赶走了 自己又跟张秀说 曹操奉天子 以令不臣 很在意信誉 你跟他有仇 去投靠他 正好让他 张显自己宽厚大度 于是张秀投降了曹操 曹操果然对张秀后代 不计前嫌 还拉着贾许的手 说 使我信重于天下的 就是你啊 刘从的父亲 刘表一死 刘从的妈妈 蔡氏 舅蔡帽 加上荆州原有的 名流谋士快乐等 都劝他投降 于是偌大的荆州 直接归了曹操 张鲁在汉中时 觉得自己在山窝窝里 无人能左右 一度想自称王 被挥下谋士 严谱劝阻 后来曹操打将过来 张鲁打不过 意图直接投降 严谱劝他 也趁着危及时投降 先走到四川去 谈判之后再投降 张鲁都乖乖听话了 曹操南下东吴时 东吴有过著名的战 与祥论争 张昭与朱文臣主降 鲁肃与周瑜主战 这段子后来被敷衍成 蛇战群儒 致及周瑜 天下皆知 如果乍看这个 会很奇怪 孙权年轻气生 二十六七岁的年纪 要战要降 自己一句话的是 跟大家讨论 那么久干吗 结合一下 上面三个例子 便不难明白了 曹操邪天子 另的不是孙权 张秀 刘表 张鲁这些诸侯 而是他们手下的人 汉墨群雄 还真得被手下人撤肘着 刘表自己 是朝廷委派的 荆州大当家 没有兵族 匹马到荆州 完全是宽阅 蔡氏这些士族派系 帮着刘表 定了荆州 所以刘表一死 荆州战与不战 宽阅和蔡氏 是很有话语权的 孙策刚定东南时 手下没读书人 张昭是彭城名士 南下之后 江东若干大族 都对他敬服 所以后来 孙权都不爽 跟张昭吵架时说 吴国是人 进宫拜我 出门就拜你 我也算给你面子了 鲁肃劝孙权 站曹操时 说过句大实话 如果我鲁肃 去跟了曹操 曹操还会让我当官 孙权您 如果跟了曹操 那是什么下场 这才是曹操 邪天子 以令诸侯的真意 诸侯们当然都知道 自己跟了曹操 未必有什么好下场 但架不住 自己麾下的 读书人士族 心向朝廷 仔细想象 也正常 诸侯手下的人物 好比个私企打工的 曹操代表政府过来招安 私企老总也许不乐意 私企打工的 却愿意去编制 多好啊 曹操所谓邪天子 以令诸侯 其实全称是 邪天子以令那些诸侯手下 非常得力的 士族与小军阀 逼得诸侯 没法不服气 于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一个天子 对士族影响力那么大呢 到这里我们才讲到 今天我们的另一个主角 寻遇 三国志 列次续传 未书 寻遇寻忧 贾许传递时 将他 他侄子寻忧 和刚才提到的贾许 何传列为曹操 首席三大谋士 寻遇排第一 在曹操所有 非曹姓宗族里 排名第一 寻遇自己容貌俊美 爱配香囊 曹操说他 兵清玉洁 司马懿说他 疏传的古人 我不知道 反正近百十年来 我见过的闲人 没超过寻令君的 曹操直接说 他无知子房 一座张良 是当时第一等人物 但细读证实 很是微妙 你会发现 寻遇并不怎么 跟曹操上战场 曹操身边的谋士 寻忧 贾许 郭家等 负责日常禁言 寻遇常镇守后方 跟曹操通信 著名的关渡之战 曹操跟袁绍相持 比较困难 写信给寻遇 问怎么办 寻遇跟他说什么 恶其猴 而不得尽 已经半年了 应该用其了等等 看似就是个书信鼓励 给个大方针而已 寻遇究竟是干什么的呢 曹操的后方第二中央 主持日常工作 写信鼓励鼓励曹操 也不这么简单 东汉的士族 多出汝南和尹川两帝 汝南是袁绍家为尊 所谓四十三公 代代都要进中央的 巡使则是尹川帮的大家 巡遇和举兽 几乎同时提出 盈利汉县帝的主旨 在迎了汉县帝后 巡遇成了尚书令 及天子的秘书 可以说巡遇等于 是汉县帝与曹操之间的 一道桥梁 此外他又举荐了 大批人物给曹操 诸如国家 中瑶 陈群 司马懿 巡悠等 妙在巡遇介绍的 这批才子 大多是尹川氏族 于是就形成了曹操手下 一个尹川氏族集团 由于巡遇的缘故 尹川是曹操最关键的后台 关渡之战 巡遇可不止 写信鼓励曹操 后来曹丕登基 很快就给尹川郡许多福利 理由是关渡之战时 曹操其他地方都不听命令了 只有尹川 老若都帮忙 输送粮食 真是大魏国的根本啊 当然 巡遇与尹川氏族集团 还不只是帮忙输输粮 曹操争定天下 有武的一手 那就是他自己能打 也有文的一手 那就是巡遇为首的氏族集团 本来曹操在读书人那里 不算有面子 父亲曹松是偷托宦官门下的 很没面子 但因为巡遇与他手下那批人 与汉朝天子一结合 形成了一个氏族班子 这对其他诸侯门下 那些读书人诱惑极大 某种程度上 巡遇高峰亮节 世家公子的儒雅形象 是曹操真正的招牌 而他善于推荐人 至少在前期 令曹操大大受益 至于后期 巡遇的影响 也对曹操产生了掣肘 那是后话了 事实上 东汉末年 写过天子的军阀 不止曹操一家 董卓立了汉宪帝 之后吕布王允 李觉郭司 但从未有如曹操般成功者 因为其他诸侯 虽然各有本领 到底还是土鳖军阀 手握着天子 却没把天子用到位 汉末氏族势力 袁绍靠着四世三宫的 号召的人心 刘备靠着宗亲血统 和个人魅力奔走天下 东污得靠诸顾布鲁等宗族 加上张昭这些北方 是大幅镇场 曹操所以独出众 在与他前期 依靠寻域为首的 影川氏族集团 加上汉朝天子 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核心 这个氏族核心 对土鳖军阀 也许没有震慑作用 但对军阀手下 那些办事的读书人 却大有感召力 所以曹操平了北方后 路前后功劳 要给寻域封万岁庭侯 表彰的第一句就是 思虑制谋 应该首先受伤 战争的功绩 抵不上朝堂国家的殉劳啊 寻域当然要推辞 但曹操给他写信 说我和你共事以来 创立朝廷 你帮着匡币 帮着举荐人才 帮着出谋划策 也真太多了 某种程度上 寻域已经不是曹操的谋士 而是曹操的合伙人 他不只是日理万机 处理日常工作 他还为曹操团结着一个 能赶照士大夫的中央 没了他 曹操奉利天子 效果怕要差很多 寻域后来死的 也比较微妙 三国治理明写 曹操要当卫攻 寻域不赞同 之后曹操难争 把寻域留在寿春 寻域忧虑而死 次年曹操就当了卫攻 其中一位不难明白 各色著银与后汉书 更是八卦 说曹操如何 给寻域送了个空盒 暗示他自杀等等 反正曹操要当卫攻 寻域不答应 曹操把寻域留在寿春 也许送了空盒子 寻域死 曹操当了卫攻 这个流程是没问题的 但这里面 细想也很微妙 按曹操评定北方后 势力当然姓曹 但都城许昌乃是寻域管事 军师参谋长 是寻域的侄子寻幽 管继州的也是寻家的人 曹操未必多开心 之后曹操就出了著名的求贤令 要求各色人等 无论品德如何 只要有才就能当官 考虑到先前朝廷的干部 都是寻域的人 曹操这么做的目的 不难明白 要换寻域的班子了 所以寻域自己 动机其实也不难解释 他与曹操以此扶持的关系 似乎也是到尽头了 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再敌对方看来 曹操这个大奸臣 确实是些天子 以令诸侯 但至少在寻域活着时 汉朝还有点尊严 中寻域一世 本来已经被国徒们 判了死刑的汉朝 名义又续了二十多年命 连曹操自己也吹嘘过 如果天下无他 不知多少人称孤称王 至少在寻域活着的时候 汉朝还在 天子还被奉利着 除了寒花一现的元术外 没有人称帝称王到他死时 乱世也算收拾的差不多了 以寻域自己的身份 他与那些被他感召的士族 确实也算做到 奉天子已令不沉了 他为汉县地点了汉朝 最后一盏灯 感召了军阀 属下各色人等 至少在名义上 又回到了汉朝语义之下 所以曹操与他失和 也是必然 他的存在感太强了 如前所述 寻域不只是曹操的谋士 曹操的总理 还是曹操的合伙人 当平天下时 他和曹操共同利益 到曹操露出野心时 利益就有冲突了 他死后 曹操称公称王 三国各自称帝 那是他无法控制的事了 苏氏如是说 以仁义救天下 天下既平 神器自知 将不得已而守之 不知不取也 此闻王之道 文弱之心也 即曹某九昔 则文弱死之 故无常以文弱 为圣人之徒者 以其才四张子房 而道四伯夷也 那些追随他的士族 也是因为相信了他 而投身于曹氏的 寻域就这样奉着汉朝 到奉不下去了 就像伯夷书旗那样 在一个时代 即将结束时 选择不识周速 死去了 但直到死去的那一刻 他至少还是奉天子的 是一个汉臣 让汉天子保有着 一点点尊严 甚至关于三国的两本史书里 都有不同的意见 三国治理 巡域是为了谋臣 后汉书里 范叶却是将巡域当汉臣对待的 明年太祖君治如须 玉及留守春 以幽轰 十年五十 誓约敬侯 明年太祖遂为未公义 再感受一下这行字 陈寿不敢多说什么 但是以幽轰碎 这两个字的意思 未到深了 碎的意思是 于是 旧誓成接着前一句的 也可以理解为得偿所愿 巡域死了 曹操于是就当了卫公 巡域一生的得意与感伤 都在这个碎字里头了 终于在他活着时 曹操没敢怎么样 终于在他死了之后 汉朝没有了 他是为国第一谋臣 还是汉朝最后的谋臣 历代史家争论不休 一个折中的说法 或者是 巡域终究知道汉朝不可复兴 只是与曹操合伙 为汉朝延了二十几年命 解决了一些军阀 最后到终于无法再撑耻下去了 便已深殉了汉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